大家好,我是Stan 许光瀚出演的DG Plus韩剧No Way Out 在7月31日上线后 马上就登上了韩国OTT的收视率第一 收到了非常高的人气 而在最新一集 许光瀚终于以冷血杀手登场 他拿着伟奏护照来到韩国 开始执行任务 帅气的邪笑 以及稳定的演技实力 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DG Plus韩剧No Way Out 内容是在讲述一名神秘的假面男子 发布了一场全民杀人委托 悬赏尽高达200亿 同时一名臭名昭著的凶恶罪犯刚刚出狱 他全然不知自己的身价已经瓢胜至200亿 一场名为公开暗杀悬赏令的血腥尽散 随机展开 追杀者、求生者与利用者之间的激烈斗争 也因此拉开序幕 许光汉在剧中饰演寿命来到韩国的杀手Mr.Smile一讲 这部作品是许光汉首次参演的韩国电视剧 虽然台词几乎都是英文 但是表情演技非常自然 展现了超强的存在感 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称赞 挪威奥是许光汉在韩国的出道作品 但没有一点让人不适的地方 戏份虽然不多 但是太有存在感让我彻底冥上了他 他真的演得很好 希望他能在第六季之后也继续出现 这部戏演技上真的没有一个漏洞 我平时不怎么看韩剧 但这次真的很久没这么期待下一集了 这部剧光是因为出演的演员就必看了 不看一定会后悔 他在韩国因想见你而走红 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初恋的形象 但他饰演杀手的角色真的非常适合 让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明明是一个冷血无情的角色 却还是这么招人喜欢呢 许光汉不管是韩剧还是韩国电影 持续拍更多的作品吧 而不只是粉丝们 演员们对许光汉的称赞 也是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男主球金龙表示 我看了他主演的两部电影 发现他的演技真的很好 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是一位明星 而是非常稳重非常坚实的一位朋友 给人一种非常值得信赖的感觉 而且他非常清楚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和位置 当时我就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他能成为明星的原因 演员于杰明则表示 真没想到许光汉是那么有名的演员 他真是个很政治的青年 不仅长得帅又非常勤奋有礼 甚至有很久没联系我的朋友特地联络我 想说要一张许光汉的签名 他对待拍摄的态度也非常认真 让人忍不住想帮助他 虽然他本来就很有名 但我真心希望他透过这部作品 能成为一位全球巨星 这种感觉就像是当叔叔一样的心情 对我也是以叔叔一样的心情 哥哥一样的心 弟弟 妹妹 不管怎么样 希望许光汉以及这部戏都能打发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